4月28日下午由王吴文教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吴继芳老师主办 Fremont市图书馆协办的挑逗味蕾的黑精灵社区活动 在Fremont图书馆举行 活动探讨了酱油的历史原料和制成 以及天然酱油与化学酱油的区别 并展示了酱油在烹饪和艺术中的应用 活动由苏舒荣女士担任主持人 与会嘉宾包括Fremont市议员黄杰宜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旧金山台湾商会前会长张家周等 有近百名Fremont市民参加了活动 王吴文教基金会于2010年创立于美国加州 致力于文化艺术和教育宣导 此次活动旨在推广海外中华文化传承 让更多人了解酱油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活动的主讲人七级美女士是酱油方面的专家 她介绍了酱油的起源发展和制作工艺 她表示酱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工艺虽不复杂 但几乎出现在华人们的一日三餐中 分辨酱油的真伪 了解它在烹饪中的应用 对百姓的健康生活至关重要 演讲的科学性和趣味兼具 观众反响热烈 积极参与互动环节 嘉宾们还欣赏了以酱油作为颜料的绘画创作 这些作品打破了人们对酱油的传统印象 展现了酱油的另一面 令人赞叹 此外 嘉宾们还品尝了香气独特的黑豆茶 以及自然养生的黑豆曲奇 并现场参与首作 带走一份同载米糕原创纪念品 活动结束后 王无文教基金会计划执行长 教务长吴继芳女士 主讲人七进门女士 以及乔务执行委员叶云和先生 接受了优势记者的采访 吴继芳女士表示 此次活动非常成功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她希望基金会能够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传播中华文化 大家好 我是王无文教基金会的后方的 我是吴继芳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和 Gremont The Main Library合作 一起办了这个挑豆味蕾的黑精灵 什么是黑精灵呢 就是我们中华人 不管吃什么 做什么 都会用到的酱油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办这个活动呢 因为我们酱油在我们生活中 是不可或缺的 那我们基金会的终止呢 一向我们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 那我们是以教育文化市值为优先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 看台湾的免费的英语会话服务 然后我带领了这边美国的高中生 来辅导台湾的小学生 练习英文会话 然后呢我们也在Local呢 我们也教扯琳 没有教小朋友去做coding 那所以呢文化 教育文化是我们的主要诉求 那我们也有成立奖学金 来帮助清涵的学生 来申请奖学金 那今天这个活动呢 是我们希望能够走入主流社区 而不是在我们的华人团体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 可以服务到更多 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当地的居民 中国人其实是蛮重视吃 有八大菜系 那八大菜系里面呢 都免不了要是使用的酱油 那酱油其实是一个灵魂所在 所以呢我这一次呢 是讲中国文化的部分呢 是把我们中国最重要的酱油 拿出来 然后呢 经过了一个艺术上的转换 然后呢成为一个大众的东西 同时提醒大家 酱油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在这个酱油呢 预期成熟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原始酱油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我们反补为真 然后回到了这个 我们最开始最健康的酱油 这是我最大的想法跟意见 这个网络基金会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这边 参加他们这个座谈会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一般人 非常的重要 对认识体验 酱油 我们现在生态百出 那个有化学跟那个人工的 还有那个传统的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生活 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推广文化方面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大家难过来 多多学习的地方 真的非常感谢那个网络基金会的一个 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 这场活动不仅让参与者 了解了酱油的知识 也增进了他们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 活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本次资讯由本台记者 Amber现场报道